欢迎收看周周news,今天是5月3号 今天节目之前先多说两句 先重新定位一下news这个栏目 以后呢我们会news就只讲新闻 最新最快,最多加上一点点的解读 但是我发现呢有很多人在news后面 或者如果一个news里面我的个人观点比较多 就会有观众朋友在底下留言 这些留言呢我想回应 因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但是放到别的news和别的这种栏目里面呢都不合适 我想增加一个回声栏目 就专门针对一些观众的很重要的留言和提问呢 做一些延伸 所以呢以后这个news啊 尽量我的观点就会少一些 但是会报道一些不一样的角度 因为现在youtube上普通观众关注的 可能往往是一个角度的新闻 另外一个角度呢很少关注 如果周周坎hot呢仍然是对一个小的命题 一个短评块的点评为主 只有周周坎节目是比较有深度的 就类似于像昨天说方方日记 有观众说那个传统的周周坎回来了 其实周周坎本来的定位就应该是那样的 一部分专门的批判性的散文或者议论文 或者是一个小的研究 针对一个话题深入探讨 对那么今天呢这个news呢 对我也不打算有太多自己的观点 但是呢今天这个内容还是挺有意思 就是刘烨刀啊 今年1月份看载了一个文章 说中国的零号病人可能在2019年12月1号就发病了 然后美国有一些华人团体联合起来 要求进行新冠病毒大流行问责世卫组织 联合起来向中共索赔 这个组织呢是以加州的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牵头 向世卫组织提出为什么世卫和中国合作 在今年2月份发布的新冠病毒报告中 没有提到中国的零号病人 但是柳叶刀今年1月份刊载的文章指出 中国零号病人12月1号发病 这个协会就说 世卫组织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看来他们的起诉啊 确实是找过一些资料 这也是比较硬核的一个矛盾 与此同时呢 就是在美国还有一个团体叫 华人控告习共病毒索赔集团啊 听着名字大概就是民主运动人士啊 大概是100多人 在4月28号正式进入法律程序 开始起诉 应该是起诉啊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及其统治的政府 要求他们为欺骗中外人民掩盖事实真相造成不可弥补的生命和经济损失负责 并向他们进行索赔 他们的法律合作方是 博曼法律集团 就是美国第一家起诉中共的佛罗里达州那个律师述所 这个团队还有诉求就是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 中共逮捕医生辟谣导致习共病毒扩散 他们要求结束中共一党专政 我想后一条诉求是主要的 但是能不能跟前面的诉求隐瞒信息导致疫情扩大联系起来 其实这就是一个武汉疫情是不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待商榷 但是中共处理疫情特别是追查起源的做法 有可能导致这一次实质上变成一个中国的切尔诺贝利 这个我不引申开去 也有网友就反驳这个起诉团体 说柳叶刀说没有写过这篇文章 5月1号央视有一个新闻一加一 柳叶刀的主编霍顿说很不幸 我们听到了这种说法 有些人正在指责中国是疫情传播的源头 其实指责并没有用 也不真实 比如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大爆发 很多人都想找到艾滋病的零号病人 找到在美国扩散这种病毒的超级传播者 花了很大精力寻找零号 当时人们以为已经找到了 这个人被媒体曝光以后引起了广泛讨论 但很多年以后发现这个人并不是零号病人 也就是说零号病人实际上是非常难找 也许到现在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 很多人说是美国堪萨斯流传过去的 但是现在再找它的源头 我估计已经很难了 在未来可能几百年都很难 除非科学技术有一个超级大的突破 可以把过去地球上的全景信息全部追回来 那时候也许会追踪到所有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 可能到达内部才能找到这个真正的零号病人 和这个病毒是什么时候起源的 柳叶刀杂志1月23号发表的是武汉市金银滩医院副院长黄朝霖和 十几位中国医学专家和写的论文 论文数据显示12月10号前发病的四位患者中有三位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这个文章我们在一二月份的时候应该也看过 他们的意思是华南海鲜市场不是源头 但是也有网友说 不管怎么样 不管柳叶刀杂志有没有否认找到零号病人 还是只是说暗示零号病人 不是在华南海鲜市场 关于零号病人 我这里再多说一句 中国的微信公号上也曾经有一篇文章说零号病人 但是他指的是真正医学意义上的零号病人 就是他也没有结论 他不知道这零号病人在哪 但是显然不是到医院医生张 那个第一个叫张继先吧 汇报的那几个人都不是零号病人 所以他不知道零号病人在哪 跟海外自媒体上流传的零号病人 什么实验室的女实习生什么的 那是不一样的 那有网友就说 不管如何中共政府都有责任 没有去过那个市场 怎么会感染 唯一的解释就是人传人 这个论断是很合理的 因为包括像那个张什么发 中国医疗组的专家不是都感染了吗 那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的感染 也肯定是人传人 还有张继先就发现 一家人同时出现这种肺炎 那应该也是人传人 其实当时就已经怀疑了 但是医生是只管上报 上面的处理就是武汉市疾控中心和湖北省 我觉得当时主要是湖北省和中共中央这一级 想把这个事情压下来 这位网友说 病例如此明显 正常医生都会从安全第一出发 先假定是人传人的疾病 就像李文亮医生一样 肯定先假定人传人 还要告诉亲友 而政府呢 更应该为了人民大众的安全 从最坏出发 先按人传人疾病 采取预防措施 这个呢 我只能说 每个国家的疾控中心 可能都有那么一种倾向 所谓官僚主义的倾向 就是政府 他首先是把 不要引起公众恐慌 可能真的是放到了第一位 当然我这么说 你可能会说 我替中国政府洗地 中国政府这样 他不是在疾控这一件事情上是这样 他所有的事情 他都是以秩序稳定维稳为主 但是为什么我要说疾控中心这个特性 是因为我刚刚看了 快速看完了 美国那个电视剧血液 里面有美国的疾控中心 他在没有确定这个病 是什么病 怎么人传人之前 甚至实验室猴子都在传染 他也不愿意把消息发布出去 虽然美国的电视剧 讲美国的政坛 一般都是不好的方面 会很夸张 但是呢 这种官僚主义呢 确实也存在 有网友说呢 疫情十万火急 武汉的患者可以经由 动车客轮和航班等工具 48小时内把病毒带到全世界 同时感染同车同船的乘客 中共如果是一个负责任政府 本该不迟于12月20号就公布疫情 明确发出可人传人的警告 并立即采取隔离措施 如果中共这样做 中国和全世界就提前一个月行动 就不会有大爆发 但中共直到1月20号 还在讲尚未人传人的谎话 所以这个政权是和国殃民的 然后底下就有网友反驳了 说先假定你美国主子 明知道人传人的情况下 都做成了这样 哪个好哪个坏还看不出来吗 还有的说你美国主子的病毒 是从原始病毒A开始早已传开 不知是故意隐瞒 还是没有发现 我们说过美国 现在包括法国的病毒 都跟中国的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起源往往还是迟于 不能说直接起源于 至少是迟于中国传入的病例 至于现在是不是法国 现在有种说法是原生地 这个都没有确定 美国有的人一直是认为 它是原发地 也不可能在短期内确定 所以这篇文章有网友的质疑 就是如果能够提早一个月 12月20号就公布疫情 发出人传警报 是不是疫情就可以不爆发 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英国之前关于这个问题 英国之前有个研究论文说 如果提早一个月 就可以减少95%的传播 对于这个问题 我会做一个周周侃节目 专门去探讨一下 好这一期新闻就播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